来给你同学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有一本五百页的书 从中任意撕下二十张纸 真是不爱惜啊 对不对 一看就是家家干的事啊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二十张纸上的所有页码之和 能不能够等于一千九百九十九呢 好 那现在你知道有一本书有五百页 对吧 然后你从中撕下了二十张 那么这二十张上面的所有页码之和 加在一起 能不能够是一九九九呢 那你会发现 这道题如果你纠结于那个页码到底是几 你会发现太难做了 我也不让你撕的是二十哪二十张纸 我也不让你撕的是不是连续的二十张纸 对吧 那这道题应该是哪些数 加在一起到底能不能一九九九 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事 对不对 但是一样的道理各位同学 放在咱们这一项 这种题就是属于So easy的题目了 因为咱们今天所做的东西叫做什么来的 机偶性分析 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做的题目当中 我们只对于这个自然数 有一种分类方式 就是你要么是奇数 你要么就是偶数 所以似带的二十张纸是哪二十张 是不是连着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二十张纸上写的页码 是奇数还是偶数 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去判断的吧 好 先问一个小常识各位同学 一张纸上应该从书上搜下来一页 这一页纸上应该有几个页码呢 有俩呀 这个没有问题吧 对吧 有俩 而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页码一定是什么关系呢 想想如果你前面是九 那翻过来一定就是十 如果你前面是二十一 翻过来一定就是二十二 那就是这两个数 一定是挨着的 而挨着的两个自然数 一定一个是奇数 一个是数吧 这个你自己举一堆例子 都能举得出来 一二二三三四四五 挨着的两个自然数 相邻的两个自然数 是不是一定一个是奇数 一个是偶数 好的 那各位同学 我们撕下来了二十张纸 每张纸上 是不是都有两个相邻的页码 这两个相邻的页码 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 那最后你相当于 是不是这二十张纸上的四十个页码 是不是求和 那相当于是不是就是奇数加偶数 这是不是就是第一张纸上的两个页码之和 那你撕下来的第二张纸上的两个页码之和 是不是还是奇数加偶数 对 对吗 那接下来你撕下来的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又叫第二十张 是不是都是一奇加一偶吧 好 那可以同学 每一张纸的两个页码是奇数和偶数 那么一张纸上两个页码之和 应该是什么数呢 奇数 很好 应该是奇数 那么你一共撕下来了二十张纸 每张纸上的两个页码和是奇数 那最后把这二十张纸加在一起 相当于是多少个奇数在求和 二十个 二十个奇数在求和 那马上如果你对于咱们前面的结论还记得的话 二十个奇数的和是个什么数呢 嗯 是个偶数 非常好 因为奇数的个数是偶数 所以它的和一定就是偶数 好了 那可以同学 那也就说 无论你怎么撕 你撕哪二十张纸 最后它的这二十张纸上的页码和一定解释一个偶数 可是我想要等于的一九九九算是一个奇数 所以怎么样呢 不行 不可能嘛 奇数不能等于偶数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可以同学 这个题目是不是就搞定了呀 好 来看一下记者解析过程 每张纸上的两个页码的之和一定是奇数加偶数 是个奇数 那么二十个奇数的和是个偶数 但是一九九九是一个奇数 任何一个奇数都不能等于偶数 所以这二十张纸上的所有页码之和 是不可能为一千九百九十九的 而同学们发现 对于这样子来讲 我们来说明它不可能的原因 包括我们的上一道题目 其实是不是都利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奇数不能等于偶数 而它也是我们属于这类说明题目当中 制造矛盾冲突的一个关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